哭到連佔的力氣都沒有 只能貪坐在地 周俊南的家屬這一刻心 真的好痛好痛 這一聲聲的呼喚 是難過也是懊悔 因為沒有想過無情大浪 竟然會一次帶走 最愛的兩名親人 3號凌晨 海巡隊先尋過 52歲遊客周俊南的遺體 同一天中午 周俊南的妻子 50歲的劉秀芬 也被找到 無奈同樣是一具冰冷遺體 家屬在殯儀館認識 悲痛情緒 全化成止不住的淚水 周俊南和劉秀芬的臉書 記錄下許多夫妻倆的 甜蜜回憶 兩人不只感情好 閒暇之餘更經常一同出遊 不管是在德國的海德堡古城 一家人開心合照 又或是夫妻甜蜜同遊 新設花海 甚至是古色古香的蘇州寒山寺 都有他們踏過的足跡 而且一張張照片中 不只有夫妻倆的甜蜜合照 更多的是劉秀芬自己的獨照 在美景前擺出各種pose 照片上的劉秀芬很有自信 也看得出他們習慣用這些旅行照 記錄下生活的美好點滴 這回一同到宜蘭神秘海灘 看海騎沙灘車 一樣想留下美好回憶 卻沒想到大浪來得又快又急 這一次周俊男和劉秀芬沒有把回憶帶出來 只留給家人無限哀傷 而這一次帶著周俊男夫婦 騎拳沙灘車的何姓教練 至今仍下落不明 家屬寒淚在岸邊招魂 情緒激動 只盼搜救工作能帶來好消息 記者綜合報導